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双充满魔力的妙手 记住一支普普通通的洋气或液化气喷枪 将五颜六色的琉璃料棒软化为绕纸柔 一番看似不经意地扯扯拽拽之后 便幻化出顾盼神非的梅花鹿 浅淫滴唱的仙鹤 愈然灵动的锅锅 花鸟鱼虫 农家小院田园野去信守年来 一件件灯宫流利艺术品精美绝伦 真假难辨 他们均出自中国玻璃艺术大师 中国流利葡萄孙 山东省首席技师孙凤军之首 孙凤军究竟谱写了怎样的传奇人生 赢得了如此众多的殊荣 孙凤军所从事的 属于流利四大制作工艺中的灯宫 所谓灯宫 就是利用流利料棒或者流利管 通过高温燕口加热 在溶溶软化的同时 以拉 剪 前 绕 沾 弯 吹等各种手法 进行快速成型的一种流利制作工艺 这个是一个娱乐高层 因为它这个流利棒是粮 出来的这么高温的火上以后 这个软材粮 它会涨裂 涨裂了以后 有时候涨到手上 涨到脸上 它会是 它是受伤 我想做个煤火锣 我手这个流利棒 我主要是 我想想 想把后腿做上 它前腿后腿一定要做到 这个 位置做好它 位置做不好 这个路 它就做出来不显耀 它整个 它一个新开动杆 它都不好看 因为这个 玻璃棒杆住 它这个皮股肉的地方 我在做 好成心 它是 它是 像这个白点啊 有点事了 这个挺容易做好 短了 但是做这个动物的时候 它是有时候还是比较严 这是做那个路脚 这个地方是最精细的一个地方 它日段也在它路脚的下面 我如果搞不好 它整个鼻垫是条 看不就不好看了 我觉得这个路不是太直 应该先回回头才好点吧 对不对 让它这个路回回头 车一车头 我觉得更漂亮更好看一些 孙凤君所在的博山 属于山东省资博市的一个区 作为中国陶瓷流利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便享有世界流利在中国 中国流利看博山的美誉 始建于1611年的这座卢神庙 见证着一代代博山人对于流利记忆的传承 有运送流利的木轮车碾压而成的这道深深的车车 无言地诉说着博山流利业曾经的繁荣 1982年博山考古部门发掘了一座原末明初的流利作坊遗址 是我国目前已经发现的最早古流利窑炉遗址 出土了大量陶瓷和流利器皿 我们在博山的考古发现通过那些二十几个这种玻璃窑炉 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 在元代的时候我们已经具备了这种规模化生产流利的这种能力 明清时期的博山确确实实是中国的一个流利的一个中心 有工厂三百到四百多 有四五万人在这个地方做流利 四伯作为一个手工艺的附近区 流利非常激动 流利在我们四伯这边的传承 渊源流畅 可以这么说吧 陶瓷也罢 流利也罢 已经融入了四伯人的血败当中 更难能可贵的是我们渊源流畅没有间断 我们的记忆一直在传承当中 博山的流利制作大概分为四种工艺 除了孙凤军所从事的灯弓 还有三大类 这叫热成型 也叫吹制 通常称为炉弓 这是流利内化工艺 是用特制的代沟细笔 沾着颜色 在流利制品的内壁上 反向作画 这是流利雕刻 原名为套料 这四种流利制作工艺 每一种都十分繁杂 极少有人能够同时掌握两种 乃至更多工艺 孙凤军创作的这个流利百件 其中的枝叶等由登工完成 桃子则属于吹制工艺 是两种工艺完美结合的典型作品 令人惊诧不已的是 孙凤军说 百件里的桃子 他也会吹制 换句话说 他不但擅长登工 还能吹制 这是用来吹制大体量流利物件的大炉 孙凤军说 吹制像桃子这样的小件 使用小炉便可以了 鲤鱼 家伙讨计 你看看 这里 有一些小炉 旅客 他就可以自己的小炉 就像一样 我静光 他就有一点小炉 他就像一样 在路上 那边 人家之前 的这个柳子 他会怎么用 这种柳子 那么自1968年起 就从事登宫的孙凤军 为什么又能熟练掌握卢工呢 小的时候 16岁吧 跟我父亲 跟我父亲学卢工 我进美术留学场的时间是68年 那一年我是16岁吧 从卢工以后又改到登宫这一块 美术留学场破产以后怎么办 在破产以后我就在家里做一些登宫的学习 做这个阶段对我的帮助很大 美术留学场以后 我自己我的生活 我马上我就改登宫这一块 从前我是做卢工的 为登宫打下了一个简直的基础 这是管家 一多不压身 难怪擅长登宫的孙凤军 面对卢工时也成竹在胸 然而 随着2003年 博山美术留学场的破产 自谋职业的孙凤军陷入了人生低谷 作为40多年的挚友 高颜民曾经在博山美术留学场 与孙凤军共事 见证了这位老朋友创业的种种艰辛 美术留学场就是因为大环境 种种原因吧 后来这个期间就破产了 他在他那个地下室里面 几个平方 非常减弱 夫人给他用那个气棒 把那个轮胎打上气 因为他生产这个东西需要气的 他自己就把小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经历了一些经验 一些过去一些技术 开始去研发 去做这个灯工工艺 处境窘迫的孙凤军 在博山美术留学场破产后 不久便成立了一个小型留学加工厂 雇佣了十几名工人 惨淡经营着维持生计 2007年 北京的中间商告诉孙凤军 一位美籍华人 让其制作空心流利珠的样品 然而 孙凤军将样品寄到美国后 却一直有无音信 建的那个小厂是到处建的去 后来他就到北京去 想建那个中间商 然后呢 通过中间商 跟美国这个客户联系上 结果中间商 就帮美国这个客户的电话 他就让他的儿子给对方打电话 那个样品怎么样 那个客户说你的样品 做得非常漂亮 时间不会很长了 我就给你下订单 因为他是到了已经到了 淡尽凉绝的时候了 那个订单对他来讲是 雪楼送他的 一听到有了订单 而且是美国的订单 而且这个订单量还很大 所以他这样 他就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其次会生啊 所以说那那个时候真的就是 他说他自己在 还不能属着儿子 这些是 改这辈子流泪了 峰回路转 一度陷入困境的孙凤军 从那时起逐渐打开了局面 市场慢慢拓宽 由他创作的登工流利艺术品 不但在国内受到广泛欢迎 并且畅销欧美许多国家 不过在孙凤军心目中 艺术创作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尽管这些流利艺术品 看上去已经近乎完美 尤其这些栩栩如生 呼之欲出的郭果 给作品增添了无限生机 然而孙凤军却不满足 流利郭果不能一次成型 以及制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 一直困扰着他挥之不去 我看到 怎么样 其实我愿意 这对我发生 有水 这个郭果发生有很多问题 你做的时候 咱们这个郭果 这个玻璃非常地脆 它太细 太细 你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刚才我一不小心 它就突然一切 所以它做的时候 我能够注意 注意它这个腿的这个 它做腿的环节上 它就注意一下 而且它这个 这个出血是出的 它这个坐在这个地方 有炸裂 就要过过来 把生活想像是吧 还是不行 大伯师傅 大伯师傅 我有个心态 它腿啊 它能够似尸啊 有什么似尸 是吧 对 行 今天你看怎么样 就前一圈了 留着上伙伴了去看看 前一圈之后 还挺来的 挺良好 是吧 挺好 大家还趁着走啊 咱都晒晒 咱出去找一下 看一看 是吧 整个结局出去 先凉快凉快 是吧 咱们自己都倒四拉 去 接住倒四拉 咱去看 你看看 倒四拉去观察 洗水阴影了 嗯 洗水阴影了 咱们去准备走是吧 走吧 好 好 走 拿个手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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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它稀小一点 这是这样 它从这个地方一个挂 往下一个挂 它的仰和这个 也要走实 前面还抓我哥哥 我听一个叫 刚才 等一会 你挂它 等一会咱还做一个 你看它这个 你带它回去挂它 我这肚不见 它就从上头去比较熟 它没大肚 好准吗 大肚谁也没 没大肚 这个腿很饱满 这个大肚它不泡 这个它泡不动 这是它腿 这是 你这个你老的 你老的我带呀 我带你 我带你这样 你放不下去 好 慢点慢点 这个笼子没搬到的 它果果继续地带 它这笼子还没搬到的 回到工作室 孙凤君立即对流利锅锅的工艺 进行改良 他要解决此前制作锅锅时 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他要解决此前制作锅锅的工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孙凤君不但对郭郭这样的小物件进行了工艺改良 还对这些花费十多天乃至几个月完成的大体量流利百件的整体布局加以完善 这是他几年前精心制作的一件灯弓流利作品 囊括了梅 蓝 竹 菊 四君子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孙凤君曾经四处展出 引以为傲 然而随着艺术修养的日渐提高 孙凤君发现了这件作品的不足 我现在还在这看啊 我觉得 讲起他得了 蓝 黄 做的 过道 牙色 太阳 没有心情合理的布局吧 还有一个这个 从色调上 我觉得都掐取了很多 很想来这个过程 是死活我说你挂他这个过程 你使用一个提高 孙凤君开办的小型流利加工厂 距离他的工作室很近 骑电动车一会儿就到 儿子孙磊传承了孙凤君的记忆 已经跟他学习登工很多年 在流利业 制作葡萄的人并不少 然而在博山乃至全国 除了他们父子 恐怕没有其他人 能够掌握一种绝活 那就是为流利葡萄挂霜 完成一粒粒流利葡萄后 把它们再加工成一串一串的 这是为流利葡萄串 做上叶子 由于孙凤君父子 为这些流利葡萄挂霜 设计秘密配方及特殊工艺 设置组回避了这一制作过程 从我们博山做葡萄 从来没有博山 如果我博山上 但没有博山做葡萄 我是一个土偷 所以我就下定决签 去想办法 当时发生非常难 不是博山人 跟他就不像 那个时期 每道葡萄成熟季节 孙凤君父子 总会三天两头 跑到邻居的葡萄架下 仔细琢磨 现实中葡萄挂霜的现象 葡萄的表面 它确实就是这层爽 整个生长结构 它有密集 也有疏散 大小 不是那么黑 是 观察完葡萄 孙凤君往往一头扎进工作室 不断调整原料和配方 反复试验 如醉如痴 苦心孤意 一年多琢磨 不厌其烦 上千次试验 终于 孙凤君找到了诀窍 由于孙凤君用灯弓工艺 成功解决了 为琉璃葡萄挂霜的难题 2015年6月底 中国日用玻璃协会 授予它独一无二的 中国琉璃葡萄孙荣誉称号 什么就是创新 变得没做出来的就是创新 我们做的现在创新 应该是家里在 老的刷通工艺的技术上 你才能创新 才能它创新 灯弓流利是用心去做事 一天用心去做 但是你平常国家道士 也不能扛到道士 真正值得位 创到馒头 创到架 方语上写一写 这总有想到还是不行 出生于1952年 已经年近古稀的孙凤君 深深懂得 艺术创作永无止境 而艺术之间又是相通的 因此它经常同其他流利工种的大师们交流切磋 希望以此博彩重偿 将其他艺术形式的精髓 融入到流利灯弓创作中去 寻求更多的创新与突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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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